男子驾驶BMW轿车从后方撞上67岁女骑士 人潭飞重摔倒地 车没停下来一路推撞机车到安全岛肇事逃逸 富人躺在路中地上还有一大滩血迹 送医后宣告不治 BMW驾驶除了肇事逃逸 警方查出他酒驾 酒测值0.95无照开车酿货 你为什么喝酒要开车 驾驶被带到殡仪馆面对镜头不发一语 酒驾无照开车撞死人没给任何交代 死者丈夫跟儿子完全不能接受 死者儿子认为酒驾事件层出不穷 肇事者没有被严惩 自己妈妈也沦为被害人 据了解死者先前当过老师跟厨工 后来是家管早上出门遇上死结 在警察体肩病 只是跪着道歉而已 死者丈夫说跟妻子结婚四十几年 一早出门另一半没了 强调不原谅酒驾男子 反观酒驾男不发一语 她的爸妈深感歉意 最了解当事人开的BMW 是中古车七十万自己购入 目前经营虚拟货币 警方调查二十五岁流姓男子撞死人后 跑到三分局辖区再撞路边三台车 全案依过世致死罪以及公共危险等罪嫌 移送地检署侦办 TVBS新闻 赖琴琴 吕正成 徐又翔 台中参长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 请订阅小铃铛 都不错